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西班牙电影《食人恋》 讲述的是食人族与人类之间的畸形之恋 保罗是镇上的西装裁缝 他文质彬彬 手艺出色 很受人尊敬 没人能想到 斯文的面孔下容纳了怎样一个可怕的灵魂 保罗是一名食人族 每天都要进食人肉 夜里他会到山路上 通过制造各种交通意外杀死路人 他口味特别 只爱吃女人 为了剖施方便 他在荒无人烟的雪山上 盖了一间小屋 分尸成功后 他将人肉分袋装好 运回镇上 放进冰箱慢慢享用 一天 一位漂亮的少女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叫大乔 刚摆来没多久 他很是喜欢楼下的保罗 时常走到窗户边 大大方方的盯着他看 还特地拿了私家的按摩单给他 说着想让保罗帮忙宣传 大乔邀请他上楼按摩 但被婉拒 保罗不是不想对他下手 他只是害怕 东窗直发 不敢向熟人下手 一天夜里 大乔房间里传来争吵声 他跑来向保罗求助 请他送来去警局报警 在保罗家中 大乔无意间 发现了冰箱里的秘密 为了避免自己被揭发 保罗把他带上山沙死 让他成为了自己的食物 很快 大乔失踪的消息传遍了小镇 他的妹妹小乔 开始挨家挨户寻找姐姐 终于他找到了保罗 和大乔的风情抚昧不同 小乔天真无邪 但准善良 保罗很快就获得了他的幸运 小乔告诉他 当晚两姐妹因为大乔 擅自拿走父母积蓄而争吵 大乔再不给钱 父母就要流落街头了 听到此 保罗主动给小乔一笔钱 这解了小乔的燃眉之急 日后 小乔为了寻找姐姐住进大乔家 他十分感激保罗的援助 主动提出给他按摩 但按摩到一半 不知是不是想起了 惨死在他手中的大乔 保罗落花而逃 不知情的小乔 丝毫没有怀疑过他的用心 随即 小乔因为之前跟姐姐的争吵 被当作杀人凶手遭到盘问 还时常被大乔男友骚扰 为了让小乔摆脱骚扰 保罗让他住进了家里 小乔的到来 给家里带来人间的烟火气 他主动做了晚饭给他吃 但吃惯了人肉的保罗 难以下咽 饭后 小乔询问起保罗与姐姐的关系 因为他在保罗家里 发现了大乔的按摩传单 保罗却避重就轻 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他借口日出很美 邀请他到山上小屋 小乔毫无防备 喝下了混杂了迷药的红酒 温睡了过去 保罗在下手时犹豫了 他看着与大乔一模一样的面孔 手中刀刃迟迟迟没有落下 太阳升起 小乔睁开眼睛 他看到自己赤裸的身体 迟疑的 带着不可思议的羞涩 对着保罗笑了 他眼里全是对他的爱意 保罗动摇了 开始对他坦白 他是杀了大乔的凶手 也是吃掉大乔的人 小乔震惊到无法言语 他陷入痛苦的抉择 保罗决定先将他送上山 路上 小乔疯了死的抢夺方向盘 想与他同归一起 车子翻轨下山 小乔如愿地死了 保罗却侥幸活了下来 他抱着死去的爱人 彻底陷入了自己的袖鼠 陷入无法摆脱的深渊 故事到此结束 这部影片手法细腻 是一部非常另类的恐怖片 感兴趣的同学 可找来原片观看 这里是白龙马萨电影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